你要帮我一帮,我要让你不诱服业这个缺,我要在上书上插进一个有力的钉子。 自从常乐王李又良被李世民赐死后,封德义便惶惶不可终日,总感觉自己死期将至,甚至还想到了生老病死的哲学。 但封德义的反常,却让对面的消语疑惑不已,怎么好端端的就想到死这个问题了? 对此封德义并没有回答,反而是自顾自的询问,佛家讲究积善业,那是不是只要积善就能脱离苦海呢? 人生而为人就是痛苦,积德就是为了不再落入人世,那为君王尽忠是不是积德? 萧羽可丝毫不惯着封德义,直接讽刺封德义平时为人元属,对君王多是谄媚讨好,这讨好可不是什么积德。 可是总要知道他的意思,才好为他谋划呀。 当初你劝太上皇杀掉秦王,而今秦王为陛下, 每次见到陛下,你是如何面对的呢? 就在封德义被萧羽吓出一身冷汗之时,李世民恰好走了过来,给封德义狠狠地补了一刀。 这好像停电,你们在议论这儿。 封德义刚想解释,结果却因为惊吓过度,当即就倒地不起,李世民见状当场就猛了,这又是玩的哪一出? 不过猛逼的同时也不忘叫御医来给封德义诊治,等御医赶来后,先是给封德义把脉,随后又掏出一个小铜镜,探了探封德义的鼻息。 陛下,又不议,已经亡过。 封德义死得如此突然,让李世民无比纳闷,好端端就死在了自己面前,感觉就像是被李世民给吓死的一样。 于是询问萧宇,刚才两人到底在说什么? 我在说,当年太上皇为太子纷争还是苦恼,他劝太上皇杀掉陛下。 是这个? 陛下没有听说过? 没有。 哦,我很以为陛下宽空大量呢。 李世民被萧宇这个老六的话给整吾语了,什么叫做还以为,自己早已大赦天下,就连李思行曾给李世民下毒都能宽恕。 这封德义因为这个被吓死,蠢蠢就是自己找死,不过因为封德义的死, 正好又蒲叶的位置也就空出来了,否则李世民还得想办法把封德义给撸了。 如今仅剩的伍德老陈中,萧宇没什么坏心思,顶多就是脾气有些僵。 至于裴忌,李世民目前还需要留着他来偶尔向太上皇透谢口风,而封德义和宇文世纪都是随风转的人,眼形地站着毛坑不拉屎。 现在封德义死了,还剩下一个宇文世纪,李世民也正准备将他给撸了,彻底扫清贞观新政的所有障碍。 这一日,李世民约上宇文世纪单独谈心,期间李世民随意指了一棵树,询问宇文世纪这棵树好不好看,结果宇文世纪猜不透李世民的心思。 支支吾吾了大半天也说不出来,李世民便来个钓鱼指法,说自己很喜欢这棵树,这下宇文世纪有了方向,顿时对着这棵树一顿猛夸。 远观如华盖,笔之其他,微微乎,雨接天,尽观则恩。 任宇文化纪把树夸出了花,一旁的李世民还是一副想叨了他的眼神,死死地盯着宇文化纪。 不久后,李世民便罢免了宇文世纪的中书令职位,同时,任命长孙无忌为幼谱业,当裴继得知李世民将长孙无忌放到幼谱业的位置上后,裴继明白,今后的朝堂上,自己的话语再也无法掀起任何波澜了。 贞观元年12月,此时距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才过去一年多的时间,一安王李孝长便准备效仿李世民,也来一次玄武门之变。 每个人再重处一下自己的任务,我控制玄武门,我控制百官和长安城各大门,我统乘玉州兵马了,进入长安城,并护送太上皇归位。 但长孙安业却有顾虑,毕竟李渊是李世民的父亲,如果政变成功后,李渊不愿听从他们的安排又该如何,对此李孝长丝毫不担心。 在他看来,李世民的皇位也是通过发动政变才得来的。 既然李渊能听从李世民的安排,那就能听从他们的安排。 他是我们手中的一颗棋子,不是什么皇帝。 并且,为了出世有名,李孝长打算以沙魏征,清军侧位由来起兵,因为名列上提出削减蜂王的政策是魏征提出来的。 魏征早就引起了诸多蜂王的不满,因此,以沙魏征清军侧为由起兵,定然可以获得其他蜂王的支持。 所有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,四人说干就干。 随后,李孝长派出刺客埋伏在魏征回家的必经之路上,见魏征出现,两名刺客朝着魏征射出两箭,幸好有所偏差,只是将魏征的脖子划破。 一击未能击杀,刺客转身就逃跑,但还是被赶来的士兵所拿下。 在刑部的严审下,两名刺客也招任是伊安王派来刺杀魏征的。 而李世民得知李孝长派刺客刺杀魏征后,当即就乐了,在处理了罗伊以及李又良后, 没想到李孝长竟然还敢这么胆大妄为,于是叫来防谋杜断等大臣。 这一次,李世民决定不再留情,必须要用李孝长来震慑所有的封王。 随即下令让京城内的吴平以上官员以及所有封王,明天一早全部到太极殿开会。 就在这时,侯军吉冲了进来。 在李世民面前玩清军策,李世民那是丝毫不惊,当即开始一系列的部署。 先是命侯军吉代人前往魏征家,将魏征的家人全部带回宫中谷护好, 紧接着命运池静德率领所部在城东布镇待命。 最后让长孙无忌和杜如慧分别通知长河与秦书宝, 由长河率领所部镇守玄武门,秦书宝率领所部负责镇守北门。 没有李世民的赤链,无论是谁,都不允许调度城门士兵。 一日,还是熟悉的玄武门,熟悉的长河,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。 李孝长的手下按照计划来到玄武门,结果却发现玄武门当时变成了长河。 察觉不对,于是准备离去,但长河怎么可能任由他离去,当即就将其拿下。 另一边的北门一是如此,秦书宝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来人拿下。 你不要走了,这是为什么?把你留下来,就是要问你为什么。 而城东的御斥静德,也与李孝长碰了面。 此时的李孝长还不知道自己的人已经被捉拿。 天真的李孝长还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了整个长安。 今天我义安王要清军策,不是谋反,请吴国公转告陛下,杀了魏章,孝长立刻解散军队。 亲自到陛下前,附近请罪。 话音刚落,一名士兵就上前向李孝长禀告,前往玄武门和北门的两位将军已经被朝廷扣押。 李孝长妄想效仿李世民发动政变,在御斥静德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 没了助攻,李孝长也失去了底气,当即命令身后的士兵退下,而他自己则是跟随御斥静德入宫面见李世民。 但李世民只顾着吃早餐,看都没看李孝长一眼就直接让幼蒲叶长孙无忌来主持会议。 长孙无忌让李孝长先为自己辩解。 以安王建议,斩魏征。 殿中可有负义者谋。 全场鸭雀无声,在场的蜂王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 这下李孝长蒙了,不是说所有的蜂王都对魏征恨之入骨吗? 结果闹了半天,小丑竟然是自己。 刺杀朝廷命官,陈兵经师,弊途谋反,恕罪并罚, 一律剥夺官职,持续封号,收回十亿人口。 臣今天要想说说汉景帝,就是那位创造了文景之志的汉景帝, 不管他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情,杀朝廷,非欺长远的大义。 在李世民看来,抛弃大义,牺牲忠臣性命,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 就这样,李世民风轻云淡地吃着早餐,就把一场叛乱给扼杀于摇篮之中。 而经过李孝长一事后,各蜂王们也不再敢有任何异议不轨之心。